有旅客想到吉尔吉斯来看美景 但是搁了脸书上一个网红的团 一起去旅游之后 15天行程要价7万元 却误上贼船惨遭丢包 旅途看美景却成一场噩梦 团员指控张姓网红团主收14名团客 团客遇到攻击事件不但没帮保保险 还对女团员不当肢体接触 安排购用房间 而且代办签证资料有错 还不肯把签证交给团员 回台湾的时候 他就自己一个人先出关了 把我们四个人卡在后面 所以那时候其实因为需要看签证 所以其实也真的是交涉了很长一段时间 团案控诉被丢包 而且张姓团主英文不好无妨 和当地利赔沟通行程超乱 被问为何不公开旅游账目 他站回 我们不是旅行社 而且不是出团 我们是出团 因为我们有收船费 也有带办 我们那时候这样子 我们是正式单次出旅行 荒谬事迹不断 同学们纷纷在群组里反映 没想到张姓团主在旅途中 就把团员全都退群 还曾大声叫嚣 他的情绪管控真的蛮有问题的 就动不动就开始对团有大声咆哮 然后有一些肢体语言 就看起来就充满暴力威胁 法规规定 就算有领队执照 也要由旅行社申报 领队必须受聘 于旅行社才能出团 张姓团主恐怕已经触罚 台北市政府已经有受领到民众的 提出的消费争议 那目前已经发函给业者 要求业者在15日之内脱出 若旅客对业者处置不满 也能再次提出申诉 观光署回应 如果没有营业执照就出团 若属实可以罚10到50万元 警告前张姓团主站无回应 旅客也聘请律师提告 张姓团主把脸书粉砖关闭 但疑似还要再开团 旅客也判不要再有其他人受害 TV新闻中有的藏人人台北财富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